第2场时间,跑了4班1200米的赛事 这次也拆了两组 而这场我相信的焦点,大热门会放在前面走 而本辉马逃争冠军5号的胆大威满身上 再看看这场马,其实也不少前置马 例如12号梁平共胜 13号汉运大兴 汉运大兴的骑士,常常跑旅剑威马放的马 他们都会惯常走 另外,保乐承传的跑开1400米,未必会搞得到 会不会形成一个中等或编法的步速呢? 我估计应该是正常的 首先,我继续选择多次活力长盛 上一次,在波仔自己的报纸上的专栏 以及在经济中,大力品牌活力长盛 因为他之前看中他对上一次的跑1200米 正正在季初,总场次106 那场前快后快的断续场次里 还有我旁边的发财宝、合冲、共济、马公、神、英明、勇将、荷花、复升 甚至后的发财复升 之后都赢了 在辰转之下,又没有再跑1200米 结果转了马房,上一次就复出跑了 但跑上来都可以再好些 一档起步了他 放头走的马匹 就是二号马的幸运全旗外档 现在守着第二位内档 守着大胜 其实这个活力长盛 是否可以跟前一些积极一点呢? 结果他被燕隆在田守着第三招的埋南位 他就较被动了 现在在67位 较后第三招的位置 转弯还不太顺畅 又有一只尽忧自在搞一搞 又退了两个马区 入到直律的时间 都不是第一时间看空 还要再慢慢移出来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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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如果我一早放在燕隆在田的位置 的时间 回来充不充赢我旗次 至少这个趋势 都不会这么惨绝人蚊 跑我第四回来 所以上场他越期越有 证明活力长盛 跑1200的能力 在这些阶段 都仍然较好些 往后还未跑1400 就后话 不过之前 这么快跳程 就可以当抹了他 这次我估计都依然 有些盘率的分头 因为蛋挡位 放在这里 另外他不转路程 都好些 因为继续转路程 可能留有以待下跪 也未定 今场刚才说的 有正常的步速 希望继续转路程 不要太过被动 留在中指 在里面 如果真是前面 尺德省 今次A跑到上场 盖的话 他绝对有机会 是可以跑得好 所以 都要继续跟着他 次算方面 5号的 胆大威猛 今次 会不会十多元 第五碗 我相信都有机会 据知 而本辉 很心急 或者很有诚意 找潘良 压阵 这一场赛事 都叫做三顾草牢 什么都好 提到上一场 起步片段 起十四档 多数要抢 因为赢马 是这个模式 但内档 很多进马风彩 甚至乎 喜障之星 都威武成全 一直顶着他 你见到 首四百米 骑士 还要押着两步 押着两步 去到弯中的时间 才能迷得来 甚至乎 回气的时间 未必很够 一下子加了十三分 真的 要有一些考验 而且前一场 毕竟 都是一个落雨 黏地的场合 他很轻松 贴到难放 所以上一场 这一场 都算是他有劣势 回来 输给两只 沿途很舒服的走位 喜隽之星 和心头号 都非战之罪 今次排五档 即使磅位 都加重了些少 由128 到132 都有些考验 但起码 我相信 他未必要太用力去抢 看看判论 那个错位 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之前 高大温迈一摆在他手上 就立刻可以大变身 看好这一组 四班千二 对手未止太强 估计 都有机会 跑入前列位置 另外 首先大胜 刚才也看过 他在7-8-3 那组 他没有气管有血 之外 脱咳健康问题 跑法很激动 整天搞下 2-3-3-0 所以我都放回配 因为这些气量 经常有血 的马匹 都是渣胆 我觉得不算太稳 马 刚刚服货拍跳 连连行运 都见到 身体还可以 现在要搏 陈上 就没有健康问题 第四选 选了6号 行运拼圖 上次初戴眼罩 有点追势 这一天 镜头里面 看到上一次 6月21日的A跑道赛事 就是上半场 找回一只行运兵徒 橙眼罩 大致在中后位置 橙衣 直到上面 没什么看空 它 拉屎 是沿着中路里面有追 起码 这个眼罩 没有对批 有反效果 这次立即更换 而且档位比上次好很多 田肯和徐耳石合作成绩 近期都相当好 近300场地 如果有合作的话 拿到1win 4匹5匹落地 上面都有一本 近期的 领寶峰 蒙古王 静子京 都交到手上 拿到成绩 看这一只 去到季尾 才跑起状态 此消彼掌之下 可能他会有好处 拖着他做配角 另外4号法 寬藤 他是有少班尼的 在4班里面 但他起步不太快 跑队有时变被动了 所以他有三档 可能会赚回沿途走位 但我觉得都是止于 扔一脚 又是不太好处的马匹 所以都是可以测试一下 内档 或者是场地测计仪的马匹 第二场的时间 选择14号 活力长盛 5号胆大威猛 2号首飞大胜 和6号的行人拼图 两场赛事都看过 希望在较早的时间 和大家可以找到一个主要范围 如果当中的哪匹马匹 是我讲解的理据 或者我所选择的理由 是你觉得认同的 可以先挖出来 做一个核心范围 如果想看第三至第十一场 各匹马在阵上的走势 以及试集片段 甚至乎波仔的推介 可以下载了这个 堅持下来的手机 平板电脑 甚至是电脑版 都会有的 打开里面的收发计划 当中立即购买 年费888元 通银证 每月通银证 一次通银证 都可以拭除专便 据知 这个优惑年费 就在杀科之后 就会完结 下轨就不是888的价钱 除开 每个赛事都是10元左右 等同买一份报纸 所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打开收费计划 甚至乎有任何茶商 可以联络我们堅仔 都有同事 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次就去到谷草杀科 波仔继续用堅仔 和大家一起跑马 好了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